哈喽小伙伴我是明清 明清今天给大家做一期桃破万剧集的盘点 这个所谓的破万呢 指的就是播放量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 达到了万次以上 很有影响力的热播剧 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看看桃的 为啥只看桃的呢 因为我只有桃的会员啊 不是因为 没有一位 咱们先看一下今年也就是最近一部 由刘诗诗刘雨宁主演的《一念观山》 上线六天破万 这部剧明清之前也做过评价 好剧好在哪 滤镜正常人设正常 剧情跌宕起伏永远猜不到会怎么反转 尊重观众智商 打戏行云流水不刻意慢动作 众生群像 每一个角色鲜活优血有肉 一句话做到了尊重观众 第二部 白鹿张灵鹤主演的《宁安如梦》 重生题材本就是卖点 女主的感情纠葛是最大的看点 有白衣白顺的竹马 燕林 有白月光张哥 最后选择了封批执着的谢威 两人之间是救赎 也是弥补遗憾 但是更多小伙伴觉得 成年人的世界为啥要选择 你们四个一起过不好吗 第三部 诚意 曾顺兮 肖顺瑶 这样的莲花龙 说起这部剧 应该是很多小伙伴心目中年度最佳吧 说句得罪书粉的话 这是明星少有觉得影视化改编 比小说原著更精彩的剧 看过原著小说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 原著小说这三人的组合感觉并没有那么强烈 其实原著还是以李莲花闯荡江湖破血案为主 建议剧让这三人组成团队 三个人个性鲜明 戏剧冲突更加强烈 加上整部剧质感 演员演技的加持 真的全剧没有一个辣胯的角色 第四部 白净庭 宋毅主演的长风度 这部剧算是破级录的一部剧 上线41小时破万 这部剧原著小说明星真的超级爱 虽然是顽固公子哥和商户之女一段搓嫁因缘 但是顽固并不代表美品恶劣 家国民族大义面前 他可以浴血奋战 商户之女并不代表满身同性 而是身名大义 坚强独立 危难时候可以割血就爱人 可以站在你背后做你的后盾 更会走到你面前 与你生死与顾 麻烦以后 古偶都按照这个标准卷起了 第五部 张义 张颂文主演的《狂飙》 2023年1月 那是全民看《狂飙》的时期 张义再次用演技 给大家留下了一部优质的作品 他是安心 一名好警察 他用自己的一辈子在和黑暗势力斗争 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幸福 而看这句最纠结的是关注 心疼安心 但是第一次想要帮这个黑暗势力 躲过法律制裁 一边跟自己的三观较劲 一边被张颂文演的高启强正复 还记得这句最扭曲的一个观点 高启强可以轻易弄死任何人 但是他绝对不会动安心 而安心不敢喝爱人梦浴 递过来的奶茶 却会毫不犹豫地吃下高启强给的维生素 第六部 白静廷 田锡薇主演的《清清日常》 这是一部清喜剧 剧中有权力斗争 兄弟相残 但是最重要的是 这部剧包括女主在内的 所有女性角色都很鲜活 她们之间没有勾心斗角 没有俗套的姐妹 同时爱上一个男人 而是活出了每个人的特色 她们之间互相帮助 扶持 理解和安慰 打着女性要独立自尊 旗号的剧很多 但是能把女性为了生的希望 努力顽强与不公抗争 表现的这么燃情又饱满的剧 并不多 第七部 赵丽颖 欧豪 李光杰主演的《风吹半夏》 赵丽颖的剧已经成为品质的保证了 那些曾经所谓八五花的名头 明清是不想再给她扣上了 她已经远远超越 剧中半夏用自身的努力告诉女性 经济独立才是最大的依靠 近些年来很多剧 其实明清略偶些反感 她们会集中在女性被家庭背叛 然后突然从家庭妇女 一月成为职场女强人 创业成功走上人生巅峰 可能身边还得配个小奶狗 出发点是好的 但是在这现实世界中就很悬浮了 虽然半夏的人生不敢说 完全没有美强产 打开金手指的情节 但是好在剧情接地气 人设鲜活有生命力 并且剧中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 人性本就复杂 人这一生可能需要做的事 就是想办法和自己和解 第八部 王鹤蒂 于书欣主演的《苍蓝绝》 2022年的夏天 谁还没有被大猫头东方青苍迷得神魂颠倒 被小仙女小兰花可爱到融化 这部剧应该算是黑马了 其实原著明清看过 包括漫画 只是觉得很有意思 但是剧版真的给了明清很大惊喜 除了两位演员超级有CP感以外 整体浮导画 特效制作都很惊艳 而且爱情故事表现得很高级细腻 其实明清一直有一个观点 真正好看的偶像剧不是一定要一集无数吻戏贯穿 那才叫甜 爱情本来就是内心情感以及细节才是最动人的 第九部 黄景瑜 杨耀宁主演的《罚罪》 黄景瑜对于硬汉军人警察这个领域 那绝对是他的舒适区 这次和很多实力派的新老演员搭档出演警察 早黑除恶 剧情节奏快 尺度大 引人入胜 再一次强调众生群笑 正反派角色都很鲜活 特别是反派简直是群庸会醉啊 虽然这部剧争议很大 但是不影响他的高收视率 第十部 雷佳音 星百青 宋佳 樱桃主演的人世间 似乎每年都有那么一两部剧 是爸妈拉着你看 你开始秉着我是孝顺的孩子的中心思想 敷衍着父母看剧 然后自己看的比父母还起劲 跟着剧中人物一起哭一起笑 谁也拦不住 人世间明星就是这么看的 然后看的老带劲了 这种人间烟火气十足的剧 经历生老病死 人生不必世事圆满 感恩每一场相遇和告别 这人世间值得 第十一部 宋毅 郭麒麟主演 追序 这部剧明星当时做了带播剧资讯 我就一直说对男主不满 怀疑的 觉得男女主没有CP感 别急 咱们上线见 结果郭麒麟给了大家一个很大的惊喜 或许他依然不是书粉心中满意的男主 但是他用自己的努力演出了一个深入人心的宁意 一个经商鬼才 一个重情终于爱老婆的好男人 明星当时就感叹呢 摩恩德音社的大小姐出息了 其实还有一部 当时被下架了 大家知道是哪部吗 一部古装剧当时热度也是很高的 以上的热播剧呢 哪些是你的电子榨菜 欢迎给明星留言互动 本期呢 咱们就聊到这儿了 下期见了 拜拜